520之後兩岸關係到底要怎麼走 我們來看看宋濤大陸國台辦的主任 最主要是最近他在廣州 有一些兩岸的論壇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持續推進兩岸清淨融合發展 於是有人就解讀說 你看看這個大陸國台辦都講了這些話 感覺有放軟 這個是其一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個朱鳳蓮 昨天禮拜三 中國大陸在北京的這個國台辦 都會有一個記者會 以前我每個禮拜都會去嘛 早上那當然底下有很多記者 不管是台灣的 不管是中國大陸的記者都會提問 講到兩岸旅遊的僵局啊 這個朱鳳蓮就講了 他說這是民進黨啊 必須要負責 因為他堂賽阻撓 這個兩岸人民的旅遊往來啊 是民眾的需要 可是呢 陸方有能力排除人為障礙 過去兩岸的旅遊 在正常往來的時候 每年陸客來台灣都是幾百萬幾百萬的來 所以曾經有一年台灣的 來台灣的旅客衝上千萬 其中有六成都是陸客 我們會有六百萬的台灣民眾可以到大陸去玩嗎 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為什麼我不瞭解大陸民眾現在還想不想來台灣玩 我不曉得 但是我肯定的是 台灣的觀光產業 他們是希望陸客來的 第一個 台灣有很多民眾 他們也希望去大陸旅遊 為什麼 言語通 環境境 機票便宜 尤其現在機票超貴的 你去日本你去美國 動輒到美國去的機票都是八九萬塊 八九萬 真的啊 商務艙嗎 沒有沒有 商務艙都十幾萬 真的我太久沒去美國了 豪金艙大概就不適合 這麼怪 所以對很多長輩來說 你要言語可以通 你要說得通 你去廈門可以說台語 你去北京可以說國語 不用翻譯 然後幾十分鐘就到了 所以對很多台灣民眾來說 他也想去 所以你看原本有望取消禁團令的時候 有一些旅行社就開始招募了嘛 短短的時間裡面就兩萬人報名了 兩萬台灣民眾報名 所以現在我們的交通部只能說 你現在揪到兩萬人就讓他成行 可是後面又卡住了 那這次的卡住是什麼原因呢 就跟當年小明事件一模一樣 大家還記不記得當年疫情的時候 陸配的這個子女小明 原本陸委會是說他可以進來 結果一兩天就一戲翻轉 為什麼 因為有意識形態的民進黨的一些人反對 陳時中反對 結果說出去的話 又趕快開記者會 再去做政策的反覆 今天也是一樣啊 交通部原本已經要取消了 所以有一些旅行團已經開始找客人了 結果因為國安會的反對 我們國安會現在是什麼卡 吳超瀉 林非凡 這一些人到底是基於國安理由反對 還是基於綠色的意識形態反對 因為已經很清楚了